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講授要灌Oracle Database之前的一些設定 那我們今天還是以Windows Server為例 那首先呢 首先各位把這個VM打開 我們把VM打開 就上次灌好的這個2012Server把它打開 那一樣把VM打開了以後呢 開啟一個虛擬機 一樣把這個檔案打開VM Virtual Machine的Configuration把它打開 好 那打開了以後 我們檢查看看上次改的記憶體 3G 上次有增加一顆音碟 有沒有 現在有兩個音碟 那現在呢 我們就把這個伺服器把它啟動 各位注意看一下齁 我們今天要做幾件事情齁 各位注意現在看這邊 每次開機的時候都會有伺服器管理員的出現 有沒有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這個東西讓它啟動的時候不要來出現齁 那首先呢 在灌好Oracle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OEM 我們現在來看看 為什麼要把這個東西開啟或關閉齁 因為我們灌好Oracle的時候 灌好Oracle Database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OEM 會出現OEM的 Enterprise Manager 就是所謂的OEM 會出現OEM 就是所謂的OEM 它這個軟體呢 它會用到IE 會用到IE 或者是Chrome 或者是Chrome 看你預設的瀏覽器是什麼 那這現在會有一個問題齁 為什麼我們要開啟或關閉IE的增強模式 因為我們現在使用的是Windows 2012的Server 那顧名思義呢 Server呢 我們並不是要拿來上網的 所以呢 它預設這個IE的增強模式呢 是開啟的 這個安全性增強模式是開啟的 所以呢 你可能會碰到一些困難 它會阻擋了你所謂的上網 因此呢 我們今天的課題要把這個增強模式呢 要把它關閉 方便我們將來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在使用的時候 才不會出現的一些所謂安全性設定的阻擋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要開啟跟關閉IE的增強模式 首先呢 各位 可以把伺服器管理員打開 伺服器 管理員 在這個地方 就是伺服器管理員 打開 把它放大一點 在本機伺服器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到 本機伺服器這個地方齁 我們找一下 有沒有看到 IE的增強模式的設定 它是已經開啟的情況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來把IE打開來看看 看會出現什麼情況 好 這個我們當初沒有設定 就用確定就好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增強模式開啟的情況下呢 我們現在來打一個 它會出現這個情形 出現這個情形 有沒有看到 會封鎖網站 我們去別的網站也是一樣 一樣 一樣 它會把一些警告會出來 而且還會這樣 所以 其實在 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把這網站加入 那是不是非常麻煩 也就是說我們當然可以把 這個我們信任的網站呢 新增到我們信任的網站裡面 這個新增 當然是可以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你看 發現一個問題 它每個地方都要新增 每個地方都要新增 你看 各位看一下這邊 任何一個網站 任何一個網站 每一個超連結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造成我們的困擾 而且甚至會當機的情況 因為 Windows會阻止你 做一些違反Server的一個設定 好 那各位我們再把這個開啟 剛剛當掉了 我們來再把它開啟 再來開啟一次 剛剛這個發生的狀況 就是說它運用記憶體的方面 會出現這樣一個情形 會出現這樣一個情形 所以各位 我們就 來處理這個問題 那一樣喔 我剛剛講過 剛剛講過 我們在伺服器管理員把它打開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 IE增強模式的設定 目前是開啟 有沒有 本機伺服器的 右邊的內容 有沒有看到 右邊的內容 選擇 IE增強模式設定 有沒有 這個把它關閉 我們把它關閉 關閉 把它關閉 把它關閉 要確定看看 關閉 關閉好 我們再打開IE看看 還是會出現這個東西 沒關係 我們再來 它會顯示仍然會啟用 有沒有看到 開啟IE的時候 它仍然會顯示說 你會啟用 IE的增強模式安全設定 因為它要提醒你 這個是Server 它不建議你 從這台Server去上網 所以它還是會提醒你這個 增強 增強式的安全設定 那沒關係 我們把接下來 我們講這一行 把它等級 降低 在這個地方 網際網路設定 的選項 一個安全性 把它中高 看到 設成中高 可以設置定的等級 各位 可以設到中高或中 都可以 按重設 按確定 按套用 按確定 我們接下來看看 剛剛的情況 還會不會發生 有沒有 現在就不會出現 安全性的警告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再來上 OLOCO網站看看 它也不會出現 剛剛的那些警告 不會出現 剛剛的警告 不會增加安全性的設定 直接可以進去了 所以 你在灌OLOCO之前 一定要先把 這個 IE的增強性 安全 增強安全性的設定 一定要把它關閉 記得要把它關閉 IE的增強 要關閉 記得要關閉 好 接下來 我們要 剛剛各位記得嗎 我們一開機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伺服器管理員的出現 開機的時候 都會出現這個畫面 各位還記得吧 那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開機都會顯示的這個畫面 我們把它關閉 好 我們來打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怎麼打呢 各位有幾個方式 可以按這個 命令提示支援 可以用這個 或者是 按 Window鍵 加R 或者是 按Window鍵 各位知道Window鍵嗎 加R 加R 鍵盤的R 大小寫無關 鍵盤的R 在這個地方 Window鍵加R 就會 打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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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打CMD 按確定 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那一樣 各位可以記得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非常重要 在Server的管理方面 這個是Policy的一個Editor Group Policy Group Policy的Editor Microsoft Command 好 各位來看一下 Window的設定 好 看一下 好 系統 我們在把這個本機伺服器原則 好 系統管理範本這邊這邊 有個系統 有個伺服器管理員 有沒有看到 這個伺服器管理員 有沒有登錄時不要自動顯示伺服器管理員 它沒有設定 我們就點兩下 好 停用 就把它停用 按套用 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會發現它也停用 那我們下次再打開 下次再打開這個 Windows 2012 Server的時候 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好 以上是今天所講的課程 好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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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多多多 menos 請客